崔老师,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参加香港大学佛教艺术奖系列讲座 今天我这个题目就是刚才崔老师讲的 其实就是我这多少年吧 多少年做这个东黄西夏石窟这样一个课题的其中的 这个确实是也算是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个心得吧 因为这个问题还没有发表 然后来同时当然有些问题其实我们也还在继续思考 今天就是利用这个机会了 然后来和大家先做这样一个交流吧 我现在做这个崔老师这动吧 换断动着了 可以 然后我现在这个做的这个东黄西夏的这样一个项目 实际上有这样一个背景 一个背景呢就是因为西夏石窟的研究呢 大概在也就是七八年之前或者四五年之前 其实还并不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方向 或者说基本上不怎么关注 但是呢这个东黄碗就是因为西夏主要是归于东黄碗七石窟 东黄碗七石窟实际上也就是因为我的项目是从16年开始做的 也就大概也就是同时期前后吧 我们呢就是有在东黄学界西夏学界 包括藏学界或者佛教史艺术史界对这个东黄西夏石窟忽然一下子关注多 但是我说忽然关注多就是比较集中的 在之前呢像谢金胜教授浙江大学谢金胜教授很早的时候呢 他就陆陆续续一直在做跟西夏有关的 因为他只要关注的藏传佛教美术的研究 那么西夏肯定是他关注的一部分 但是呢就是在东黄学界或者说在西夏学界 关注的这个相对来讲的话 中间就是从早期分期以后来就后来就基本上大家就这块来就关注少了 就是从这个这个1516这个时间段 先后向东黄学界对内容总录 启动内容总录重新编写由王慧明教授来负责 然后呢同时呢 与史金胜先生有一个国家重大的一个委托项目 叫西夏文献 文武文献 东黄学界负责十枯部分 当然主要是西夏的 我16年开始我联合谢金胜教授 吴宏老师增加哥的 然后东黄学界的张晓刚和赵欣两位老师 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东黄学下师库研究这样一个重大招标项目 后来赵欣在南州大学这个教育部基地 重大项目有一个学下师库的分期 同时呢其实它陆陆续续的东黄学界 在河西中小师库的调查 河西中小师库相当一部分是跟西夏有关的 后来就是大概是18还是195年呢 杨夕学来东黄学院有一个院籍课题 是个大课题 东黄学晚期师库的这样的研究 前两年呢 刘伦贾维维就是浙江大学的 和四川美学这两位是这个 谢金胜教授的博士生 现在都工作了 原来的不是谢金胜教授的这个博士 然后呢就是先后也获得了 有关西夏师库研究的国家师库基金项目 大家可以看也就是这大概也就四五年之内 其实非常热的 大家集中在关注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呢就是我们选择 我选择这个464库作为一个个案的研究 实际上是这个也是一个东黄师库 或者佛教师库研究的一个 由吴宏老师在他的这个 这个莫国库三十二三库研究的这个 个案的文章中提出的原创性洞窟的这样一个概念 和他的倡导的一种研究方法的这种延续 我们把它统称叫原创性洞窟个案研究这样一个 一个理论或者一种方法 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单窟研究 单窟研究在这几年比较 也算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吧 在兰州大学这个首都四大现在包括这个 其他的个别的一些学校来包括中央美学等等 涉及到东黄师库或者佛教师库研究的一些学校 其实也有的硕博士论文都在从单窟的角度在做 所以单窟研究了自有它的意义 我们把一个洞窟摸清了实际上对同时期的一批洞窟 从美术词的角度 从历史的角度 从考古或者说是从宗教等等角度 可能会有新的认识 因为单窟研究就以莫洞窟为例的话 实际上确实对观察美术史上的这样的一种 艺术传播现象其实有这些 比如我们从莫洞窟的285 429 这应该是249 写错了 然后420 390 20 217 103 等等 一批这种具有原创性或者有代表性这样的一个洞窟的 这个单窟的研究实际上 我们看到了在美术词长河中 在那样一个独特的时间段 一种这个一个洞窟的作品 其实它是有一个成上起下的衔接的作用 或者让我们看到了新的样式 画样的出现 就是单窟研究自有单窟研究的理论方法 和它的学术意义和它的这个学术史的地位 那么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 464 实际上就是 基于这样两个背景 我们试图对学术界目前认识不够的 或者是还没有展开大量研究的 464做一个尝试性的解读吧 东黄晚期时刻的这个 其实现在目前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分期是意见是非常不同意的 就是洞窟断代 学术界的分期非常大 当然特别是对于一些核心的 我们现在看着比较核心的一些洞窟的这种研判呢 就是大家还是各有各的这种说法 就是对这样的一些洞窟集中做研究 是显得很有必要的 我们464就在默窟北区的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总体上来讲 464一直是东黄石窟比较独特的这样一个洞窟 一它处在北区的这个位置 二一个呢就是 它的这个洞窟的内容呢是一个 是在整个前后左右同时期 或者这个不同的这样一个时间 比较下来以后呢还是比较独特的 另外呢就是石窟断代是不统一的 西夏说和元说 还有一个呢就是 目前没有人做专期研究 当然现在东黄研究院的王卉卉女士 他在有一个甘肃省的这个社会项目在做 但是就是我这写 他现在也在做 但是我们也期待着他的这个 对整个这个洞窟的专期研究 当然我写464也就这篇文章 也就是这个 玩一下吧 然后呢 因为毕竟我们做这个项目 464必须要碰一下 然后呢剩下的工作 可能主要有东黄研究的王卉卉 然后呢 他来做这个464和单窟的研究 同时期的西夏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这不过我们看到的 同时期的西夏的作品 是以净土为主的 而且都是简化版的净土 所以一直可以说到现在 大家对这一期或者这一时间段的 这种净土的关注是几乎不关注 或者大家因为他过于解掠 然后来又同时来又非常的城市化 模式化 你弄上一批洞窟他都这样是吧 大家其实就忽略了这批洞窟的研究 或者说关注就极其有限 这也是我们理解西夏时窟发生的一些偏差 我们觉得这一次去东窟之前 都觉得研究的一些 大家会打个问号是吧 或者这种研究的这种 觉得好像难度不大 或者说是的当然 实际上一个人难度不大 还有一个其实往往就觉得 从哪个地方入手 其实也还是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但是 同时我们看到有反差非常大的另外一类 比如像这个墨窟四六五窟的 旗下的这个五方佛 加上这又是三佛 构成了新的这样的一个七佛系统 五方佛加三佛 就形成一个新的七佛系统 这其实就是社科院的廖阳老师 他提出来的这十一到十三世纪 其实就是神系重构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作 所以说变化自大 其实让人觉得跨度太大 一下子从这种撬到这 是不是变化太为大 所以说认识西夏石窟的 我觉得真正西夏石窟的意义才开始 包括余林窟三窟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独特的 当然这种粉本其实在宋经 特别是经代的这个河北 三西这一代实际上已经有类似的作品出现了 也就是它还是有所本 但是呢我们放在东华同时期大家看 这是164西夏的这个净土变 这又是这一时期的这个 这个 但是观音的是五十一面观音的这个图像 大家看变化极其之大 所以说东华西夏石窟艺术的这样一个建构 其实要比想象中的要复杂的多得多 其实是我们需要化解现象和命期的矛盾 就是现象我们看到的是有非常复杂的现象 命期都是西夏的 对不对 相互之间的认识是有矛盾的 当我们看唐看北朝看唐宋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是它是统一的 一个时代是风格是统一的 其才内容方面都是一致的 但是到了西夏绝对不用不能用那样的眼光去审视了 其实它有一个客观的这样一个神器重构的一个历史大背景 其实我们重点还是要回到图像本身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六四窟的研究呢 实际第一个问题就是洞窟考古移从 反映出来的时代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我们对一个洞窟的做时代上的判断的时候呢 实际上因为像四六四窟是 其实你现在是没有可靠的相关的文字文献资料 为什么西夏的这个时空的研究 在一直受就是被冷落或者被这个 搁置下来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藏进洞分闭了 在之前的洞窟大部分都可以或多或少得到 藏进洞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文字文献的佐证 佐证 但是呢到这时期它没有了西夏的藏进洞分闭了 所以没留下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西夏的文献都是佛经为主 就是其实没有看到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篇这个或者没有一条这个相关的资料 让我们去非常确定的这个去探讨西夏是会引荐的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同时呢 就是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就是在缺少相应的文字文献做支撑的这个背景下 那么洞窟考古信息和壁画的这种图像学的分析 包括艺术风格的判断 就成为我们研判一个洞窟的这样一个手段和它的基本的一个途径 我们看到的这样一幅画 这是莫国库六十六窟的这个彩塑和它的壁画 其实就是非常就是洞窟的我选了洞窟的一个角落 那么这样的洞窟的这样的壁画或者彩塑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绝对不会把这种时间放到百朝 也不会把它放到隋也不会把它放到五代宋或者更晚的时期 它只能是圣唐的作品对不对 这是一个经验风格的这样一个直观的判断 所以是东华这个搞这个临摹的在石窟呆的人 进哪个洞窟时间长了 他就知道这个洞窟它会是哪个时间段 早期从事东华院这个临摹的那批老先生 他们通过临摹对这个艺术精神的掌握 基本上有一个绝对的年代的判断 这个非常厉害是吧 这就是经验派风格派 那么这四六四窟的这样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时代的判断 我们其实要借助于考古学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种历史信息 考古学告诉我们的这个历史信息 这是我们从未免 就是从一进门的地方往里面拍的取得的照片 我们看到的四六四窟是这样子 这我们现在统称为前世 严格的讲从考古学上来讲它是中世 但是这四六四窟因为它比较特殊 我刚才叫前世 这有一个后世 这是永道 后面是后世 然后呢 这是从这个后世 从永道 后世看到的 这是进来的门的地方 因为前世非常的 就是从这一出起以后 基本上就没有空间了 直接就是崖灭 所以这些我们看到的是前世的这样一个内容 这是你看 所以它这个蒙里一出来就是崖壁了 没有空间了 不像墨尔库其他的那种蓝区的洞库 还有一个前世前世会有铺炎 像底层到他有殿堂建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 我把这个取了大家看 如果声音有问题可以提示我 这是我们看到的平面这个图 平面就是从考古报告摘出来的平面图 它是整个是 墨尔库百区的这一段 有不同的洞窟相后之间 可以说用串联起来的一组洞窟 是吧 它是这样一个平面结构 这是他的 这石章如在四十年的四十年的时候 绘图的平面和他的立面图 平面和立面图 平面和立面图 我们看四六四 你看这是我们刚刚说的后视 它两面分别有两个侧视 这两个侧视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 其实在这个 照片里是看的 这样有两个洞 这样有两个洞 然后这壁画的这后面还有两个 但现在看不见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 石章如拍 你看它是这个后视 这有两个小洞 小视 这是中间我们看到的一个大的空间 是这样一个结构 因为后期这个利用 它相互从洞窟里面穿来穿去 所以这些在之前 它都是可以穿打通的 打通以后 就是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 现状之前呢 它是可以这样穿来穿去的 从这可以到隔壁的洞窟 从这可以到这边的洞窟 是吧 因为这个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形质 正是早期 东皇早期基本 我们一般都是北朝 就是十六国 北魏 西魏 和北州这样一个时间段 早期北朝的 都是长窟 这是后视 这是中间的这个主视 是吧 然后后面有这样一个小视 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 这是我们现在 其实就是一世五世的这样的 这个 一世五世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是吧 跟我们今天的房子 它是本来是这样一个结构 后来来就是到西夏时期来 这个 后来就是先不说西夏 就是后来到某个时期来 给它做了一个整个重新的整修 我们看后视 后视在博西河的照片呢 是这样子 大家注意这个坛上 坛上它是有残的塑像的 坛上有残的塑像就意味着原来是有像的 但是现在我们在洞窟里进去是看不见这些残渣了 就如果不知道这个照片的话 我们还以为上面是 原来是上面本身就是没有东西 现在看起来是原来上面还是有像的 这是俄登堡照片 博西河是1908年的照片 这是1904到1915年的照片 我们看到的也还是这样子 是吧 也就是在这些探险家来之前 这个洞窟的东西已经被毁了 已经被毁了 现在你看大家看到的是这样一个现状 上面干干净净净 因为清理了 然后你特别是大家关注一下 现在我们看这一块这个圆圈全是没东西了 但是大家看 在俄登堡的照片里面 这个隐隐约约的是有像的 但是我看不出这个像是什么 但很非常像 水月观音 这样你看 博西河的照片里也有 这个因为这个是特别 特别关键的一个照片 虽然很小一个小圈圈 但是非常的关键 而且它有时代判 判定时代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作用 后世的这三臂 就是这种小方格 呈现出来的这种造像 然后顶上来 后世的顶上是 这个无方佛的这样一个 一个曼陀罗结构 它无方佛 而且呢 非常有意思 这个也是在这一时期才新看到的一些现象 什么现象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无方佛 大家看 这个 刚才我们这四六五看到的 就是有 无方佛呢 是一个大的这样一个 一个圈树的组合的形式 是吧 但是四六四它是周围都是用这种 花字 花卉纹或者花字纹 然后呢 这个铺垫 作为一个派子 这个这个蹭托 作为一个背景 这种画法实际上在历史世纪非常少见 所以 也就到了这一次才出现 宋下这个阶段 因为之前在佛的周围是不会出现这样子的 它都会是 最多有圣树是吧 后面有些植物是有 但是不会周围完全以这种花字纹 去表示这样一个背景 或者蹭托 这是很极少见的 所以它也有四代 特性 我们后来看 我们再看永道 我们现在看到的永道是 这是一侧的 这是后世 进来以后来 就出来 出来以后来 你看 但是残了 到这残了 这是从后世这进来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几身菩萨 几身菩萨 而且也有小圈圈 大家特别注意这个 然后这中间有绑题 是回虎文的绑题 回虎文的绑题 这也小圈圈都被抠掉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抠掉了 因为从老照片来我们看到了这里面有时候有人物的 也就是说它当时是有情节的 有故事的 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是永道顶 因为刚才我们看永道的两臂的时候 实际上还用它残的力 看不出有两层的这样的现象 但是在永道顶 这是永道顶的整个残壁画 都是以这种千佛 但是呢 就这一块 大家看到这 到这以后呢 这明显的是两层 底下是一种花纹 大家看 花纹 然后顶 就是底下层 表层呢 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千佛 现在看到的这种千佛像 因为之前呢 有研究的这个学者呢 对这个现象没关注 认为它就一层壁画 那一层壁画 那只能是一个时代了 但实际上这个两层壁画 还是非常的清楚 是吧 然后再看前世 前世有空间特别大 但是前世它并没有画脉 我们现在先看前世的北壁 北壁的这个就是 内容是属于华言的53餐的内容 华言53餐的内容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非常遗憾 就是整个这个壁画 要不被拨了 要不呢就是被整个现在人的 游人提及呢 写得密密麻麻 就对之前的这个 这原来都是回湖文的提及 黑的这些地方 这都是故事画 53餐的 就善财童子53餐的内容 画面呢就是好认 但是呢 整个这个回湖文呢 就是后来现在陆续也在有这个 张且三呀 德国的毕德茨默呀 这个这个 等学者在陆续在认 这是老照片 但老照片的就比较清楚 大家看到的这个 你看回湖文还是比较清楚的 是吧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老照片 利用这个老照片 去试图回湖是几乎不可能 因为当年的像素的关系 就没法放大就放大都虚了 但现在这洞窟的话 又残得特别厉害 所以对这个识别 其实也造成了一些困难 这是蓝壁 蓝壁也是这样一个现状 就中间都被人搁了一块 因为北区的 你看蓝区就很少见了这样的情况 因为蓝区管理呢 就很早了 就是有效管理 然后呢 加上这个蓝区是一个礼佛的中心 就是这个 在东华文物研究所之前 就国内文物研究所之前 老百姓 包括下市 上市 中市 这些他们也在管理 还有当地老百姓也有管理 但是北区的相对就疏于管理 所以造成这样一个破壁 这些提及呢 还有八十年代的 那还有一个在我们 看这个地方 这是这个 南北壁在这个衔接的地方 明显的有两层的这样一个地方 这是 这是五十三叉的一个鞭子 这是两层 到这边就是白粉层 所以说呢 其实也就是 我们其实在洞窟的 从考古学观察上来讲的话 可以明确的判断前世和后世 它最初是从北朝的多世禅窟 改造成礼佛窟 整体做了装饰 后世绘了壁画 前世来景化了这黑鞭子 黑红鞭子 其他呢 应该是最初呢 是白壁 其实四六五正是这样一个情况 四六五云现在基本上认为 没什么疑问 就是四六四下的 四六四库呢 因为后期又有重绘的壁画 库顶又有残且重绘的这样一个 用刀蒙上也有残的这个情况 说出来相对比较红乱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通过刚才的观察来 我们可以看 因为它有两层壁画是吧 非常清楚的两层的这个情况 可以说它就是分出两个不同时期的这样一个 一个现象 这个一点应该还是可以肯定的 永道和前世的实地菩萨 包括千佛还有五十三参的 刚才说的这些内容都是后期的作品 其他都是前期的这样一个作品 那么关键是这个之前对这个洞窟的判断 有些红乱的原因 就是有几则游人提及 是大宋 而且这个 这个位置是哪个位置呢 是前 刚才我们看到很大的空间里面的 前是北壁西段的刻画的文字 这个是大宋 这从四川来的 大宋朗中县 在景平 现在就是建在西梁府 赫加寺著作 游里到沙州 沙州三四 什么人呢 梁师傅 杨师傅等 这是刻画的记者 然后呢 还有一条是也是在 这是北壁的西段 这是北壁的西段 这到了南壁的西段 就是前世的 然后看到了北的那个地方 所以墨写的文字 所以也是大宋 这个什么什么 这之前这两条提计呢 就是因为它是有大宋的提计 大家想西夏和宋 基本上是一个实在上有重合的这样一个关系 因为之前为什么会认为它是元代 因为有大宋的提计 那认为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有认为元代的 有认为西夏的 因为如果是大宋的话 它现在我们在整个东黄 不止这一个地方 还有其他有几个地方 有大宋提及的 基本上是在这个西夏 占领东黄最初十年左右 这样的时间段 就是在1030 或者1036年到1040或者1046年 这样一个时间段 就这个时间段 因为西夏刚刚占领东黄 那么在这些提计里面 可能会出现大宋 就是它还有个过渡 是吧 但是呢 之前的这个研究 或者讨论者 其实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有点问题 因为如果西 四六四 是西夏的洞窟 出现提克的墙面 是西夏时期粉刷的 出现大宋游人提计 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 只能 对洞窟的断代是起反作用的 这点 杨浮学先生也认识到这一点 因为 在我们之前的杨浮学先生 对这个洞窟的判断是 就是完全是元代的 完全是元代的 那么这个大宋的这个提计呢 就是 原来这个洞窟 在元代 这个重新引荐之前留下来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两个提计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在整个前世的西南角和西北角 两个 这两个角落的刚好是 后来被封闭的这样的一个 封闭起来的两个封闭空间 也就是因为这个洞窟 我们看到的 现在我们现在看这个提计 实际上是很模糊的 就是提克的 这是在一个封闭的这样空间 就是我们现在是看见的 但实际上最初它是 有就是整个被涌到被拉长以后 把这个用土坯封了这样一个封闭空间 封起来 也就是这个提计 是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面 因为我们明显的这个洞窟 两次这个营建 这是没问题的 刚才我们看到两层壁画 而且两次营建的这个 我们后面再跟他说 但是呢如果是西夏窟 后来元代重修 从道理上讲 这个大宋提计出现的机会 就几乎没有 大家想一想 如果是西夏的这样一个洞窟 就是西夏人修的时候呢 然后后来呢 这个元代人再重修 那元代人重修 怎么会把这个大宋的 就是西夏这些刻画的提计 还能看得见呢 应该没掉了是吧 当然从实践上 如果是元代的洞窟的话 那当然就不可能出现 宋和下的提计 这点也是毫无疑问的是吧 因为我们现在在洞窟里看到的 其实有明确的 就是明显的有西夏的这样一个 风格的东西 还有元代的其他的这个 像六字正言 就是后期的六字正言等等 有些提计 所以这个洞窟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时代是比较红乱的 我们看到这里 一的提计在这 一的提计在这 这两个空间呢 大家看现在这个是一个被 后期搬掉的一个 这个土壁墙 这个土壁墙是从这沿过来的 就是在这又踢了 原来的泳道就这么长 最初的泳道就这么长 后来呢在这又踢了个墙 踢了个直角 就是一个直角形的90度的 这样直角形的一个墙 这边也是 你看这个地面还看得见 切了墙以后把整个这个封起来 封起来以后 这些白面都封在里面 但是这个 这一部分 就是这个黑红边饰是 跟里面 里面也是黑红边饰 你看这都是黑红边饰 是同时期的 同时期的 也就是第一次里面画完以后呢 刚才我们看到底层壁画 然后出来以后在这个地方 画了一些装饰 这跟四六会一模一样 第二次呢就是 又把这家常以后呢 又画的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 有回红提记的菩萨 然后呢整个这个封起来 封起以后呢 把这个鞭子也就封起来了 因为这些地方在这个旁边 在洞窟的旁边 如果在现场 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 土皮墙在这个地方 这个被长期抵押的痕迹 还有一些土皮的泥土粘在上面 然后包括这也都能看见 然后呢把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墙以后呢 在外面又画了一层壁画 这个墙搬掉以后 刚才就是刚才我们看到 两层子这个 地壤层出现的这个位置 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提记呢 大家看 这个提记的这个地方也很独特 到这儿以后就稍微清楚了 是刻滑的 而且非常重要的 后来我仔细发现 仔细在洞窟里观察 忽然看见 实际上它就是在洞窟里 实际上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提记 是把上面的这一层 北粉层 周围的这一层 北粉层磨掉以后呢 才这个底下的刻滑提记出来 这一下子 一下子明白了 为什么 也就是这个刻滑提记 是在这个北粉层的下面 就是在这个 这个整个的北粉层 跟这个时代是一致的 整个这个北粉层 跟这个编世的时代 跟这个里面的时代是一致的 也就是 这就明白了 也就是西夏人在修这个洞窟的 第一次修这个洞窟的时候呢 大宋的这几个提记呢 是已经有了 后来他们通过北粉层 把这个放在了 隐藏在下面 但是呢 因为这个北粉层呢 特别薄 所以后来人隐隐约约感觉 里面下面有东西 把北粉层刷掉以后呢 这个字就刷了 那这个时间就清楚了 也就是这个大宋的提记 是在这个北粉层的下面 也就是在西夏的 这个下层 刚好就是西夏人修的时候 刚好大宋提记有了 这就非常正常 因为我就是十年左右 西夏占领 东黄十年左右 就这样一个时间段 然后呢 再修这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 出现大宋提记 就太正常了 是吧 时间是吻合的 那么这样子 一解释以后呢 这个提记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 这个提记也就不存在问题 而且能帮助我们理解 这第一次 整个四六四库的第一次的营件 就是西夏 而且西夏还不会太晚 这样一个时间段 说出来就是通过我们这个 考古这个基本信息的这样一个分析 其实就是西夏 四六四库 也就是在西夏统治 东黄初期之后的某个时间 因为现在一般认为就是 1036年 西夏占领东黄 三十三州是吧 然后呢 不久了改造了 原来的就是一个多石禅窟 把这个多石禅窟 改造成理佛窟 就我们现在看到的 后世的那一部分壁画 和前世的白粉层 和那些黑红鞭子 就是这个黑红鞭子 这个黑红鞭子 这个黑红鞭子在四六五库也出现了 也就是当时人们 这个在洞窟里面装饰的 基本的这样一个手法 后来呢就是到某一个时期 这个时期我们现在不确定 我们再说 又用土坯墙来把这个涌到延长 前世空间变小了是吧 然后呢在涌到延长的南北壁画了实地菩萨 顶上画了千佛 底层是早期的 是前面画的那些花字纹 前世的南北壁和西壁的涌到门 两侧画了五十三残 顶上画了千佛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南北壁的五十三残 不够的 不够的 刚好因为这个地方大家看 回来从这两面 这两个地方是延长是十地菩萨 有些面五个菩萨 十地菩萨 鬼过来画啥呢 鬼过来跟这个连上 这鬼过来画啥呢 鬼过来跟这个连上 连上刚好画五十三残 所以五十三残就在这就全了 现在在南北两地是不全的 不够五十三残 那么刚好把这个统计上就全了 所以实际上就这样有现象 这是我们第一个对洞窟的一个这样 就说这个大宋提及就有意思了 所以之前说是原代 那原代大宋提及怎么来 没法解释是吧 然后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宋的提及一定是刻画的 而且是就是在西夏第一次修 整修这个洞窟的时候 把它作为北朝的禅窟遍礼佛窟的时候 这个在北凤层下面已经出现了 也就是这样的话这个洞窟只能是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还是西夏比较早点的这样一个时间段 即第一次重修的时候 第一次维修的时候 那么我们再看后世壁画奇才的这样一个年代 后世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马蹄形的这样 一个佛床 然后上面是缩下毁了 因为它整个的后世的这个内容 就是顶上五方符 这些小方格里都表现是观音画线的内容 一共有20幅 然后整个洞窟都是以观音画线为主要这个题材的 东壁蒙上一排梵文六字正言 每个梵文呢 这个中间还有它相应的这种 这个装饰的我们看一下 这是顶上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五方佛的这样一个画法 这种呢 跟四六五有关系 但是有区别 这个更接近于汉传系统 四六五已经完全是一个藏传系统 然后这种鞭饰跟四六五都很像 因为这个五方佛的这样的 金刚界五方佛的这样系统 实际上是这个 大家比较熟悉的 这是来自于这个 不空的这个普及行动 然后来 五方佛是代表五智如来 是吧 分别中间的中央大智如来 东方阿处如来 南方宝僧如来 西方阿弥陀如来 北方不空成就如来 是代表佛部 金刚部 宝部 法部 五部族的部族主 具金刚界曼陀罗中央的五解脱隆 所以这个实际上在藏传佛教里面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在整个这个黑水城的这个 这个西夏的堂里面看到 上面都有五方佛 在冥王的上面 五方佛 在这个杜姆的上面 五方佛 在这个多壁观音的这个曼陀罗也是五方佛 在墨高 不是于林窟的这个四窟 这个西夏的一个非常重要 东窟 每一幅 不管是这个 像这个 零九三说法会 还是祥摩承道 还是这个 这个表现法华金的这个 文殊弥勒 对坐的双菩萨这个造像 整个全部上面都是五方佛 所有的这些 这个造像都架构在五方佛的这样一个空间系统 这个就是 这个是一个他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特点 是吧 所以五方佛在藏传系统太重要了 在西夏就是非常的流行 但是呢 这个西夏五方佛我们刚说了 它周围是花滋纹 这个是很独特的 这个在之前五方佛在 五方佛这样一个系统 原来包括从早期有四方佛 我们看到这吐蕃时期确实已经也出现了 但是呢 绝对不会出现 以这种花滋纹出现的这样 因为这有极大的装饰系统 装饰性在里面 我们实际上知道 这个佛教的这个庄严 其实是它是 我们之前大家想一想 这个 这种装饰实际上是很少见是吧 这其实是有时代特征 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们看它的这个洞窟里面 这个观音画线的内容 这个呢就是观音是有三十三线生 因为我们从法华经二十五品 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或者单独的观音经的这样一个 一个本质 因为这观音经在唐 在东黄的这个隋 唐已经很多了 四十五库大家很熟悉 四十五库都已经有单独的这样观音经便 还有四十五库都有了 这个三十三线生呢 就表现这个有佛生 辟子佛生 生文生 樊王生 地识生等等是吧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 有些人对上 就是但是因为一共有二十个画面 显然是不够三十三线生 是吧不够 但是之前我们解释 但是之前因为 梁维英老师在这个四六五库的画册里面 还是按照这个 还是按照这个 这个画写 这个当然我们多少年一直也是这样解的 现在当然我们最新看到的 这王会会来有这个 根据这个 大床中专业保王经来解这 这幅内容也很有意思 也是一个新的观点 我觉得也是蛮有道理的 那么 我们看到的这个 这个观音信仰就是 当然在这个西夏就是 这个太流行了 因为西夏流行净土 观音就是这个 毫无疑问是净土非常重要的 这个 您来是吧 表现 因为在天生论令里面写到 这个 这个天生论令的卷十一位 僧道修寺庙门这一部分呢 写到了 这个一等 翻腔所送的这个经 人王护国经 文术正式明经 普贤行愿品三圣佛母 守护国吉祥送 观世音浦门平看 等等 然后一等汉僧送的经里面 也是其中也有些重复的 就是西夏人 或者这个和土博人送的经 和汉人汉僧送的经 有重复的有不一样的 重复的多 但是大家看观世音菩萨菩萨 普盟品都在那边 对吧 嗯 而且这次西夏时期观音经的版画是比较多了 这是 因为多环境院有一个完整的这个 当年挖出来的一个 我就很早就看到了 那些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呢 这个另外在黑水城版画里也有 还有其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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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夏版画里也有 所以这个是 也就是西夏当年是非常流行这个观音信仰的 然后呢 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 因为西夏的这个我们知道是一个政教合一的这样一个政权 然后呢 西夏的皇室特别推崇佛教 前一月二十年就一八九年的九月十五日 仁宗在大多明寺 做求生抖税内功弥勒广大法会 这次法会上 那是他独藏 就是独西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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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土伯经典和汉文经典 还有这个西夏文的经典 并同时呢 散似了西夏文的和汉文的 观音乐菩萨上升抖税千金一十万卷 还有汉文的金刚经普贤行愿经 和观音经各五万卷 这个简直是让人相信是吧 规模太大了 而且这个力度也太大了 弥勒上升经 一十万卷 所以我们在这个和汉走廊的文厨山看到了 这个有非常独特的 之前没有见过的这种 关弥勒抖税上升经的金变 实际上受这个影响 有经就有化 所以因为有国家法律的基本要求 和皇帝和统治者大力推动 观音经及相应的艺术品在全国各地是非常流行的 实际上我们在黑水城和东黄看到了西夏文的 应该还有汉文的 西夏文的这个观音经的插图本的这样的版画 这其实也是我们参考的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那么但是呢 这一部分有一些画面非常独特 关于这个我们看到了 其他的内容呢 就是之前都跟这个 多多少少跟观音画线还能对应一些 但是呢 唯独这一幅画面 因为这幅画面当然也是 之前谢吉胜老师把他 推断为这个 90年代初期已经把他断为 西夏时期的这个作品 是最重要的一剧 他认为这是西夏的这样一个僧人 西夏上司像 那么这个 这 确实非常独特 因为他戴的这个帽子 谢老师早年他就是莲花帽 因为这种莲花帽 在四六五窟 还有鱼林窟的二十七五窟 冬仙佛洞的第四窟和冬仙佛洞的第五窟 包括黑水城的一些唐卡上 包括 宁夏这个荷兰贝斯沟 从方塔的绘画和文书三万佛洞的 西夏上司所戴的棉花帽 是一致的 早年呢 就是谢老师把他归到 这个银马派上司的帽子里面 西夏的 然后呢 最去年 我们也知道 这个谢老师在 故宫博物院刊 连续发了两篇文章 与关西夏黑帽制度 西夏黑帽的这个问题 这个 现在他修订了 认为了这些上司的 所戴的这个黑帽 这是 这是余林库27库的 这是文书三的 这个万佛洞的 这些黑帽呢 是西夏时期 来自西藏 嘎举派 僧人 帝斯称昊斯所持的 这个黑帽 到了西夏呢 就发生了 大的这样一个变化 地位很高 是西夏给皇帝灌顶的时候 授予帝斯的这种高级僧人 这个帽子实际上也是 本身是西夏的高级官帽 那我们 这个 在这个 马基斯看到了 东前文童看到了 云林库看到了 莫国库都看到了 这种呢 其实是 这 嘎举派的这种 帝斯的这个形象有关系 特别是他认为 跟藏巴扎西和帝斯热巴 因西夏的这个帝斯制度呢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僧人 这位非常的高 而且呢 这是僧人呢 有帝斯 有国士 有上司 他级别不一样 那帝斯肯定最高了 戴的帽子也不一样 同时呢 这个跟这个 藏传佛教 我们知道 到了这个 明清这个时期呢 那就是 他的这个 派别就非常的严格 但是西夏时期 这已经出现了 但是未必能有那么严格 但是呢 他毕竟还是有了派别 所以他的帽子 还是有他的这样的一个 派别的这样的区分 区分在里面 大家看这些帽子 这个基本上是 这两个特别像是吧 因为这个是有变色 有变色 不是很清楚 所以还是一类帽子 但是我们观察这个 四六四窟的这一组画面的时候 发现问题 发现什么问题呢 一个呢 就是画面和经文不符 就在观音33线身中出现这个 把观音画线上司 也有可能是国司 帝斯 在这经典里是绝对不会有的 所以说呢 之前的解读的时候呢 就认为是比丘 但是因为比丘的话 另外一个画面 就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确实有比丘 比丘尼 所以说作为比丘 也就是那一幅画面 现在还找不到 如果按观音经去解读的话 实际上找不到对应的画面 这个佛教界的人物呢 这个 这样一个现象 但是呢 唯独这个是他是独立的 我们看不到这两个俗人 是吧 另外呢 就是身份的这个 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因为我们也看 刚才看到 这些人物 不管是天王呢 还是梵王呢 还是居士呢 就是画现的 我们看到 都是单个的这样一个人物 或者一组人物也行 但是呢 他都是独立的 但是呢 我们看到的 这个上司 或者帝斯 或者国司相 他后面有个大 拉大散开的 一个两个僧人 旁边还有一个 一个随事 但是也是 这个就是 也就是都是 属于为他服务的 这个人 但是这些 这些人物 都是单独的 这都是独立的 是吧 所以这显然 显示了这一身 像的这样一个独特性 独特性 仔细观察这个上司相 发现了其实这个 呃 他的独特性呢 还有其他一些 一个呢 就是所有的宗像 均有投光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个是不在投光的 其他都有投光 这是不在投光的 所有的宗像 均没有四重眷属的 人物出现 是吧 都是独立的 你正式一般认为 就是千王四千王下 那么这个呢 也是 他是有 为他服务的几个人 而且都是僧人性 就是 这是明显的 俗人形象 是吧 这也是一个 也应该 这就是有 因为这时候也有俗人形象 这样 随似 像我们在藏金洞看到的 那个 红扁身后的 是吧 有金四女 你看 上司 上司 无投光 有三生四丛 均为立相 为上司的身后 上司的身后或者左侧 其中世宿中的两位四丛 一位双手持巨大的伞 另外呢 兼搭长桥形方巾 一手持圆形的团扇 这大家看都是为他日常服务的 团扇 而且大家注意看 这个团扇呢 那就厉害了 我们在早期的洞窟里看见 在圣人用的一般都是一个帐扇 就是一个圆形的那样子 很简单的 这么大的伞盖出现 这就不得了了 这个大西老师在他文章里讲的 受到这个世俗的帝王 用的这个伞盖的影响 也就是因为帝斯 级别高了 所以我们整个比较下来以后 这一项太特殊了 这一项太特殊了 实际上 所以我们把理解 这其实就是西下的上司 或者国司制度影响下 在这样的一个独特的这种造像 出现在这个地方 还可能跟经文未必有 很强烈的这种关联 实际上 我们有时候跟学生讨论 有学生指出 这是不是就是这个洞窟的功德主 或者名义上的功德主 但是这个洞窟 后来又有一个现象 就是没有任何榜题 所以说呢 你究竟把这个像归到世俗的性质 还是归到佛国世界这些人文 都是很难的 整体来看的话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西下的 著名的这个国司像 那个伞盖也是这种大伞盖 是吧 这个因为有提及 西下文提及 所以说这个 还是有有有有相似的地方 帽子也是一致的 这个莲花帽子也是一致的 整体来讲的话 这里的上司 四六四库 这个是向来 就是作为观音画线的内容 是有全新的时代特色 是西下时期国司 或者上司地位的这样的体现 同时也可以认为是 给洞窟的上司 或者国司供养像 因为这在同时 其于林窟的这个 二十九窟 争议国司供养像 和文殊三万佛洞的 上司供养像 于林窟四窟的 我们也发现了 一些上司 或者国司的供养像 还有黑水城的唐卡下面 都会出现一个两个 这样的国司像 左右不具 所以说来考虑 这个东前洞第四窟 第四 因为东前洞第四窟 第四是做主宗的 并领窟二十七窟 我们看到的 第四也是主宗 四六五窟 这个四六五窟的 前世西密盟上 第四项 非常独特的 一个位置 所以说 这个四六四窟的 上司和国司像 跟洞窟的整个营兼像 或者说是 受这种 至少是 因为受西下的 这种 升官制度的影响 有关系 所以说这种实际上,因为这些都是西夏的 所以说464,这一生足以判定它就是一个西夏的作品 另外就是后世的梵文六字真言 这个就比较重要了 这个大家看肯定是整个议题作品,不是后期的 后面这个画文一直到这下来 这是到后来又被北徽摸了一层,抹掉了 抹掉以后就看不见这种画 但实际上它还是一个时代的 这种六字真言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判断时代非常重要的 这是蓝渣体的六字真言 有研究者认为蓝渣体六字真言是到元代才出现 但是后来我们梳理了一下 实际上蓝渣体的六字真言在世界的时间是非常早的 晚唐也已经出现了 到西夏送这个时间大量的流行 4640库后世的六字真言呢 其实是一个我们断代的非常重要的依据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黑水城文县里面看到了 跟这个观音六字大明信仰有关的一些文本 包括这个宋千禧灾疫的 千禧灾疫的观自在菩萨这个六字大明信咒 还有来这个等等吧 就这有列了很多 包括还有奇迹的 这些都跟大神庄园宝王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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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六年八月十五尔比丘智通的这个 这个TK136的六字大明公王的这个 对其中的提到了对这个称念或者读送六字大明 陀罗尼的这个各种功德 那么大家看 他在经文里面这是有时间的 这是五台三金和四三 有时间有这个有谁集的都知道 六字大明的这个汉证言汉字的和繁文 这个这个蓝渣体的是这么写的 另外呢就是TK13额藏的TK136的也是 千佑你看大家看16年 你不能说这也是蓝渣体不能说这是假的吧 对不对 所以说从这个非常有明确纪念让我们看到了 西夏时期六字蓝渣体的六字证言已经很流行的 所以说四六四库出现这种呢 恰恰就是跟这个时代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根据这些上面的这个分析 其实看到了整个这个四六四的这个后世是西夏的这样一个特征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这是四六四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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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方佛的周围的小花纹 这个早年谢老师呢这是四六五库的这个 看着很多地方都出现这种小花纹 大家看这个蓝色这种红颜色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他们两个洞窟的时代都不会相差太远 但这种花纹呢一模一样的 所以早年的谢吉胜教授敏锐地指出来 这是同一时期的两个洞窟 而且大家认为就是西夏时期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包括这个这个小花纹 你看这是四六五库的八十四大成就者 和这个这个曼陀罗里面出现的 大家看这种文样一模一样 所以说这个时代是肯定是一致的 另外呢四六五库因为之前也有西夏和元代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说法 但是呢现在我们有可以就是帮他直接这个没有任何争议的这样的数据出来了 因为近年来东方言家和这个 因为东方言家当然也在也对这个四六库的判断也是比较头疼也非常重视是吧 近年来就是跟牛津大学合作了通过国际上最先进的贝耶斯模型 这就是一个人校正下的探视寺 什么意思呢 因为探视寺大家知道以前是加减 二十年三十年或者五十年是吧 那在历史时期用这个加减就没意义了 加减一年不就成了另外一个年代了对吧 所以说呢但是现在通过这个贝耶斯校正一个他叫奥克斯考 这个校正以后呢就没有加减了就是绝对年代了 所以说通过他们的这样一个判定包括对285库的 之前认为重修的那部分认为是元代的 现在判定的结果都是西夏的 这样子的话 这个我们就这个465库的这个 通过探视寺测定这些465库的绘画都是西夏的 那么464库毫无疑问也是西夏的 这是285也是用过通过这个牛津大学的这个 因为这批东西包括这个坛这些 那这批肯定是习位的这没任何问题 因为有奇迹嘛 539年左右 但是因为这后来重修的这部分大家都认为是元代的 那后来我因为我早也写过文章 就是在他们的这个探视寺数据出来之前 我们就认为这就是西夏的 后来出来以后来刚好跟我们的研究相吻合 所以这个他们负责这个项目的刘瑞良博士 还专门在西夏找过我们两人聊过 他们在西北大学有一个内部的一个 他们有一个汇报我也清了 那以后我们就知道他们的这批都是数据现在显示都是西夏的 这是我们就实在上判断现在 它就是我们后世的一部分东西全部都是西夏的 那么二次维修工程和重修壁画的这样一个时代来 就是我们再讨论一下刚才看到是第一次的这个维修 就从北朝的禅室下来的第一次维修 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洞窟 就是我们现在刚讲了这是加长以后 二次加长以后涌到然后堵了一堵墙 然后把这个这有一个墙把它分起来了 整个分起来这都分起来了 这是大家看这两层非常清楚 而且砖压的痕迹还在里面是吧 这砖就是土壁卷 重修这样一个壁画呢 因为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就这一部分壁画呢 杨福学呢 他是这个根据回虎文的榜题文字 然后释读的结果是实地菩萨是根据 意境唐代意境意的金光明最神王金 卷寺最近纪陀罗尼品而来 是回虎文的经典 这个回虎文经典现在在这个 就是在十世纪别是巴黎的 这个著名回虎 这个佛教翻译加圣光法斯 就是已经把它移成了这个 就是由汉文本移成了回虎文本 最终推断冰王家族是四六四湖真正的供养主 冰庚就洞窟出土原自政十年 就是1350年 在这个洞窟里面出了一个这个 这现在不在国内藏 这是日本藏 这个回虎文秘教文线 吉祥圣道的 有提及 原自政十年 他认为呢 这个洞窟的这个壁画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壁画 跟这个时间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归到元代 具体归到兵王家族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在这个洞窟里面有看到供养人像 如果是元代的话 元代有一个特别 元代人特别喜欢画这种豆腐块式的供养人像 这是在三二三窟 唐代的洞窟的涌道里面 一个小角落画了这两组供养人像 这是我们看到在余林窟 也是在西夏洞窟 三窟呢 大家看这是两层泥皮 把人家底下的西夏人的这个整个裹了一层泥以后 画了些元代的供养人 这是这个对这个唐代的大佛 于林窟 六窟 唐代大佛 表成了抹了一层泥以后来画的蒙古供养人的 蒙古贵族供养人的这个画像 所以这个元代特别喜欢供养人 但是呢我们在四六五窟是看不到 这是四六三窟元代的 你看画的像 这个洞窟我们这次西夏工作坊的时候 我看过来 跟谢吉顺教授进去 我以前进去过一次 但是这是第二次进 谢老师第一次进 我们有发现一些新的一些东西 同时呢 四六四窟呢 就是说是从供养人看的话 它还是不可能是元代的 元代如果它画了不出现 这个供养人是没法理解 然后呢 四六四窟这些专呢 我们探讨的结果都是西夏时期的这种各种专 另外就是实地菩萨 这个实地菩萨呢 就是这个脸型 这是我们我之前写过文章的 莫菩三窟 三窟最早认为也是元代 后来我们把它推断到西夏 这种脸型 实地菩萨脸型跟这个特别像 包括这个圆圈圈 圆圈圈的这画法 实际上这是一个版画的特别流行的这种画法 西夏版画里面 它还是西夏 另外来就是 五十三窟当然核心思想还是华严思想 华严思想 但是五十三窟这个华严思想 实际上是一个西夏的佛教的大系统 这个系统在这个西夏佛教里面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按照索罗宁 还有包括史经波等先生的这个研究 实际上西夏的这个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汉传 官方系统就是游 游 游又是从唐 唐来的这样一个这个 游来的这种 游带来的这个华严的这样一个系统 所以华严的这个 在西夏佛教里面影响特别大 这二次虫会动出 因为五十三餐加十地菩萨都是华严的东西 所以这是西夏佛教的一个大系统 而且是官方的佛教的根本问题 所以实际上这个四六四库第二次重修有深厚的西夏佛教的传统思想 所以说这个第二次重修也其实还是西夏的事情 但是大家可能会问那西夏修的怎么是绑齐全而回护呢 这个也没关系 因为西夏跟回护佛教关系太密切了 这个当然是常识对不对 这个杨夺学先生也专门有研究 这都不是问题 回护人在回护早期回护生在西夏太活跃了 所以《千生律令》里面记到了 《任职人翻、韩、喜、翻、汉、西凡、回护等共执死》 怎么怎么有关系都写得很清楚 你看 还有来就回护文在西夏时期也是实用的 西夏书是校正 这个说元号既至凡书 综为国字翻 国中译文告词 尽以凡书 御寺立凡书、汉学、汉学二院 汉习正草、翻、剑、转、立 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西夏的有汉字 有汉学院、有凡学院 有汉字还有其他不同文字 对不对 我们看到的这种 这个你看 凡学、掌、西凡、回护、张业、焦和 一些文字 还有回护文啊 对不对 回护文在当时流行 是存在是很正常的 是吧 那么 说是我们在这四六四库 也曾经出现过回护文的墨火字 墨火字 所以从这一部分重修 这个二次重修的工程里 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第一次 西夏人在原北朝 多是残酷的基础上 也就是先后两次的四六四 进行了改造维修 第一次呢 只画后世 前世呢 同四六五库一样装饰一下 红黑鞭子 红黑的那种鞭子 是吧 第二次整个在前世的素壁上画壁画 五十三餐 同时呢 永到家常画十几菩萨 是吧 顶上画千佛 而且第二次这个前世主要是在原来 白壁上绘的 实际上也是西夏人再次补绘的这样一个性质出现了 是吧 我们第三个问题 库内出土文物与洞窟时代的判断 因为四六四库有一个复杂的问题 就是先后出了不少东西 所以这里面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对洞窟废弃现象的这样一个疑问 对洞窟现象的疑问 四六四库本身因为有壁画 我说一下毫不一定是个礼服的窟 但是呢 非常有趣的就是在这个窟里面 现在从各种途径看到了 就是它是保存了大量的文物文献 现在这个先后经过几次考古工作 留在于世界各地 其中第一次呢就是1908年 博绪和这个洞窟的拍到 这是博绪和拍到的照片 大家看这个圈圈里还有东西 有人物有故事是吧 他编号181 然后呢这个洞窟的还收集到了 汉文藏文猛文西夏文回虎文 波罗咪文文献共计六百余界 还有回虎文木活字968名 那个968名回虎文字 回虎文木活字实际未必都是从这来的 第二次是1921年 是滞留东黄莫罗窟的北俄残部 就是这帮人 就是在古汉桥 莫罗窟他们拍合影 这个小培房今天还在 大家参观就从这进 是吧 这个他们对464进行了道啊 但是这个其实没有记载 这是后来的追记的 传说当时发现了 被一枚在洞窟西北角密室的元代公主墓 就是164库西北角 拍葬品被洗劫而空 唯有一只公主角流了下来 现场东黄莫罗窟 这个很有意思 没文字记载 这是传说 大家要留意这是个传说 然后第三次是张大谦 张大谦在41到43年 在东黄临摩壁画的时候 也对东黄北区的一些洞窟 就是过了一遍 据说当年他走的时候 拿了挤麻袋的这些东西 然后呢 现在像这部分东西 你看这是一个回复文的 这样一个金的这个 一个插图本 然后这是张大谦 表在一起来写了一段文字 刺地狱遍野 刺一地狱遍野 令人想象无声坟本 莫高发现回湖经典 圣庙 等等 所以说这个就是张大谦 表在一起的一个作品 现在在日本千里大学图书馆 藏了一批 来自范图北区的作品 日本学者认为 这是来自于四六四的剧都 但是这个张大谦当年没记载 他们哪知道四六四 这很奇怪 是吧 日本学者也是想当然了 第四次就是东海人圈 正式的这种组织的考古工作 这四六四 因为我曾经刚到大学 刚毕业在茉莫库 第一届工作就是做这种 参与彭尼章先生主持的茉莫库考古 我当时主要是 他们当时已经完完了 就清理完了 我是主要是负责这个整理 同时呢 这整个这洞窟我都钻过 包括我们第一次把编号写上 就是我拿这个红颜色的毛笔 尤其我们的一个一个 当时爬梯子一个一个写上去 现在用了一种很公正的后来 所以这些洞窟我都钻过 在四六四窟的这个 北区考古的时候 四六四窟沙土中 又清理了一些 各种残剩的语言文字的残片 九十一件 包括几个木活字 还有其他一些文物 这个大家可以参考 木活库北区师库这个考古报告 这都是从四六四出的几个残件 这也就是大家看远远不断是吧 几次搜集到最后还有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 四六四窟是有规范和采塑的礼佛库 是庄严的佛教道场 是供信众和佛蒙僧 生人日常供养摩拜的神圣空间 性质肯定是跟南区一样的礼佛库 这是南区的礼佛库 大家想想 这种礼佛库里面放大量的碎片 是难以想象的 是吧 文物也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怎么样在这个洞窟里面 收集这么多的这个文物文献 这个是需要讨论的 那么这个洞窟这个使用的年代呢 其实学学界有不一样的看法 薄熙和因为根据这个回虎文的这个 这是四六四窟 这是周边的情况 薄熙和根据他这个看到的这个现象 回虎文的这个木核字 他认为这个地方就是勘经厂 这个大家想一下可能吗 绝对不可能 在这个地方怎么引经是吧 实际上也就是后来是废弃的一个仓库也放进去 杨伏弘先生批 孙恩孝夫认为是回虎窟 这个太简单了 就是只是因为有回虎文提及 有回虎文的那个文献认为是回虎窟 这个想法太简单了 杨伏弘先生批判了孙恩的这个根据 这些文献断带的这样一个思路 我们认为这个杨伏弘先生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因为这种大量的文献只能证明这个洞窟废弃的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如果是正在使用的洞窟是不可能出现这些堆积的 是吧 因为这些四六四窟 我们现在看到的被学书军认为出自四六四窟的这些文献 基本上以元代为主 所以说了这个 我们其实也就说明到元代这个某个时间废弃了 或者另做他用 但是非常奇怪的就是 我们这个杨伏弘先生 用这一点又认为他是元代的洞窟 这个让我一直没太想得通 四六五窟也是 他断的四六五窟的元代也是根据这一点 四六五窟出现元代的文物 到底出现这么多堆积 只能说明元代废弃了 他批判孙安孝夫是对的 但是他又回到这个老路子上来就很奇怪 所以说了我们从洞窟出土文物分析来就是 就是四六四窟因为元代之前的洞窟 但考虑到元代在东黄的统治也要一个多世纪 同时考虑到佛教洞窟作为礼佛的空间 后人可以继续使用 加上元代统治东黄地区的蒙古兵王家族 对佛教的这种虔诚 四六四窟的使用延续了元代早中期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四六四窟确实出现了有纪念的 就是1350年的回护文的吉祥圣乐龙文本 这个实在就是帮助我们判断洞窟废弃时间的一个重要的文献 就是这个时期到1350年就废弃了 就是不会再晚比这个再晚了 但是问题是这个文献究竟是不是出自四六四窟的 这就是个麻烦 因为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就是四六四窟的 这是被日本学者轻易的判断归到四六四窟的问题 其实上它还是不可靠的一个证据 我们现在基本上清除了两次营界 壁画的时间都是西下的 是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讨论四六四窟出头 这种丰富的多名字语言文字 佛经残卷断片的这样一个现象 因为这个刘永泽先生早年把四六四窟 给了个名字叫第二藏金洞 就是因为在这个博西河的记载里面 在四六四窟发现了很多东西 那么就是我们需要探讨这是藏金洞 这是藏金洞 那就是作为藏金洞的属性问题 就是我们需要讨论 需要回答 洞窟中就是这四六四窟的这些佛经 残片它是什么时候藏进去的 又是在洞窟中藏 它不可能随便堆在这个洞窟里面 对吧 它是藏在洞窟的什么位置 具体为什么在洞窟要藏这么多残片 废弃的东西佛经呢 这都是问题是吧 那么就得从这个公主角的这样一个入手 因为这个现在杨学先生讨论 他作为这个原代洞窟 而且他就认为这个公主角 就是这个就是原代兵王家做的一个公主 是吧 这个从这个似乎也有他的道理 但是呢 问题是 当年北俄这个事情就是传说 就北俄挖这个四六四窟 就挖这个究竟从哪个洞窟挖的 没记载 是吧 就不知道什么时间被把这个设计被这个安到了 规到了四六四也搞不清楚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就我刚到东方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 清到这个老先生都这么说 东方医院老先生都说 说这个当年是这个白俄在这个四六四挖了这个一只脚 是吧 但是具体的在四维乡的这个书里面就以文字的形式记下来了 但是四维乡是也没出注 也没说谁告诉他的 反正就这么说了 所以这个就是要传说 这像王道士当年这个 后来我们说 常见中发现的这个传说 好几个版本 是吧 这好的事情实际上没有文字记载就不靠谱了 这就得分析了 这只脚就这 大家看 这是有一只脚 还有一个将军手 两只脚 大家看这个脚好像不太像公主的 像男人的脚 是吧 我觉得这个脚还挺大的 你说他公主脚 这是四十年英国人李悦瑟在中四拍的 你说他这个 要说他是一个公主脚 我总觉得太男人 女人的脚好像不太像 嗯 因为北区确实有大量的一窟 在北区呢 这个这些 这最高的地方 我们都到都上去 这是二二吧 北二二窟里面还有 到现在还有干四在里面 还有发现有个郭 叫郭 有个义务书的那个 直接拨字隐蔽的 也在这块 因为我当年都上去过 所以这个一窟一共有二十五个 嗯 有的是新开的 有的是从早期长库改造来的 嗯 如果说确有原代藏人之事 为什么这个 这个 这个 没有新开洞窟 因为一般我刚讲的 这些窟要不就是新开的 要不就是利用早期的禅窟 前面的禅窟改造的 而且这个职业用了理佛窟 四六四窟 礼佛窟 藏人 这个很奇怪 你原代到这时候 到原代有大量的禅窟 僧房窟都闲下来了 可以 而且这个四六四窟的空间 也不秘密 对不对 因为如果放一个禅窟的话 蒙一封就是一个一窟 所以这种处理方式也非常独特 如果是原代的这公主的话 就是更有这个 这个把它选择一个开放洞窟 像这种开放洞窟 作为这种这个 这个 这个礼佛窟 四六四安葬一窟 这个太奇怪了 是吧 因为礼佛窟是供信众摩拜 供养的公共宗教场所 一窟则属于封闭起来的 墓藏世界 它是两个概念 大家想一想 这种能做一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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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礼佛一窟吗 不大可能 对不对 这种选择非常奇怪 原代公主其实就是个传说 原代公主的墓这个刚讲了 这个 但是实际上我们 这是21年的事 实际上我们在照片里看到 1908年博西河的照片 414和15年俄登堡的照片里面 看到那一段 西北角和西南角都已经猜了 已经猜出了 就是我想博西河那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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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细心的人 或者是那么有眼光的人 怎么可能还会 把这些留下来 等着北俄去再翻呢 到21年再翻呢 而且还有 博西河之后 俄登堡又翻了一次 怎么可能会到 北俄还有这个事呢 这不大可能是吧 北俄1920年挖出原代公主墓 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个 原代公主这就是个传说 大家看 这是俄登堡的1914到1915年的照片 大家看这块已经瓦开了 要藏只能藏在这儿 没人只能在这儿买 对吧 所以说第二个就是洞窟藏经的问题 洞窟藏经呢 就是因为 我们现在在四六四库看到了 是大量的民族言文字的佛经 其中呢 回护文和西河文的数量最多 还有蒙文的呢 数量也很多 整体上其实就是原代多民族 共同的这样一个历史 原代就是这种回护文的西河文的 汉文的蒙文的 藏文的都有 所以我们在原代看到了这样一个六字正言碑 是吧 所以说它是原代藏进去 就这些东西原代放进去 实在是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这些 原代放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我刚刚讲的 不可能随便堆吧 是吧 洞窟有礼佛窟改一窟的这样一个时间 就是因为这个 我们先 我们就假设它是 原代公主是不可能 但是呢 藏一个人也有可能 也有一定的可能 因为它有两个密闭的空间 如果按照这个 这个 因为这里面确实有大量的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的东西 这是符合原代的情况 但是呢 就是 原代公主我们还是很难同意 但是如果确实是 原代冰王家族的某一公主 出家为尼者 这也有这种可能是吧 然后把各种 语言文字的这种 佛经带入库里作为排藏 然后翻出来以后 就是这 博西河来之前 曾被人打开 就是这个 但打开我估计也就是 拿走那些 经营系 就是 不是叫经营系 就是排藏那些好东西 佛经残片 这些就没有 后来 博西河就搜集了一些东西 藏东西可以 但是如果没人的话 那就不是藏东西了 那就是属于排藏的 这是你看 我们现在看到的西北 叫密室 因为这本来原来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现在它敞开给我们 那曾经是密闭的一个空间 这是另外一角的这个密闭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来 我们把二次维修工程 这是二次维修工程 形成的两个密闭的空间 二次维修工程的时代推到西夏晚期 那么就是作为元代多民族 言文字佛经的入藏 无法找到西夏时期 那么这些藏经 如何进入了西北角和西南角 这两个密闭的空间呢 从前面破壁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前面都画壁画了 实际菩萨和五十三参 这边实际菩萨 到这鬼过去后呢 是五十三参和这个连在一起 这破壁是不可能的 那么怎么进起来很简单 因为这个洞窟是刚才讲的 它是早期多时禅窟改造的 我们多时禅窟 这是从另外一侧 就是从四六四窟的两侧 我们看到封门的情况 封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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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两个 原来的多时禅窟的两个 就是四个 蒙两侧 就是一共有五个 南北各有两个 一共有四个 然后呢 在西北角和西南角 各有两个形成 两个密闭的空间 就是这个密闭的空间的 有两个 有两个 外面还有两个小禅室 这两个小禅室 现在呢 就是 可以从 四六四窟两侧的 编号 北160和 北161这两个洞窟 进起 大家看 就是进起后来 里面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这是现在分门的情况 这是分门的情况 怎么进来 大家看这个图 这是从161这儿进起 后来可以到这儿 可以到这儿 从这儿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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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从这儿进起 也一直 可以到这儿 但现在这两个地方 门是分的 这是分的 这是分的 也就是说 四六四里面 虽然是分了 画了笔画了 但是从外面 可以把东西用进起 用到西北角和西南角 那两个密闭的空间里面 就从这儿进起 或者从这儿进起 进起 或者一直到 四六四前世的 刚才我们看到的 被二次工程 分起了西北角和西南角 那两个密闭的空间里面 所以就是从这儿进 进起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当年 考古报告里面 是看到的这个现象 这就是后来用土坯分的情况 就从这儿进起 后来 没人可以藏经 完了以后再一分出来 所以不动并化 所以整个四六四库 不发生任何变化 那么 但是吉祥声乐龙 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究竟是不是 出自四六四 都是 还得打问好 但是也有可能 出自四六四 但是呢实际上 就是 因为这唐剑洞 也有类似编号的吉祥声乐龙的 这个东西 因为学生们这个推测了 现在这个 也有可能说是 因为 这是零散的 不是藏经洞的 所以它只能是 出自这个 其他地方 北区的可能性是大 北区的又是四六四 可能性最大 但实际上 我们是不能确认的 所以我们从 这就是它这个藏经的 藏法和藏经的 这样一个情况 多名族言文字 归到元代 然后藏就是从侧边进去 从侧边进去 作为元代 这个藏经的 这样一个 为什么到元代 这四六四 为了从这两侧进去 从这两侧进去 又把这些东西 又要 每一些东西就是藏经 这样一个 一个情况 发生这样一个现象 我们分析一下 藏经的话 最典型的事件 莫过于著名的 莫国库藏经洞 但是对莫国库藏经洞的 性质和封闭的原因 其实到今天 我们基本上 都还是在 各说各话 各说各话 都没有一个统一的 这种 一个被学生界认可的 这样一个观点 不管是莫法说 避赖说 这个 书库给造说 废弃说 等等 供养法务说 等等 但是就是现在还 莫中一试 还在讨论当中 说是对藏经的 这样一个 原因和封闭 要做一个 这个 一个回答 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那么 四六四谷藏经的原因 的分析 其实同样困难重重 那么 这时候 我们把目光再次回到 之前 被我们搁置一边的 这种 圆代公主 一窟的传说中来 我们 我们 虽然 这个 认为 圆代公主 只是个美丽的传说 在考虑 北区大量的 一窟的存在 大量多名字 是严文字佛经的入常 和原代公主 这样一个传说 综合分析 在窟内藏人 仍然是有可能的 这个 所以说 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 王慧慧现在正在做东方医院的这个院司 这个调查 他是从一些老先生们的这个 口述室里面 这个 这个调查的一个结果 来 当时在洞窟里面 确实发现过 尸体 但是最后 这个尸体怎么样 附会成为圆代公主 这个就不知道了 那如果真是这样子 那个藏经 其实就是没藏着的 牌藏品 是一个 而被一同放入的 而且 大量的佛经的这种 这个牌藏 可能跟僧人有关系 这个男性女性 实际上 现在我刚讲了 从那个角看 还更像男性 就是男性僧人 是吧 所以说呢 元代的这个易媒活动 有桥不问 从两侧进去 目的性非常强 人神共处 这个在龙门师窟 有几个一窟 就是我们在东方末窟 其实还没发现 龙门师窟 看到的一窟里面 是有造像的 就是不仅有尸体 还有佛像 人神共处 这也是一个佛教一窟 的一个常见的 所以说选择四六四窟 西向日营建的一个 较新的这样的洞窟 把大量的佛经 木活字等 作为牌藏品 一同封入西北角 和西南角的密室中 从而使得四六四窟 兼具礼佛窟 与一窟的双重的 这样一个功能 这在佛教易媒历史上 还是非常少的 就是我们在龙门 看到的 我刚讲的 有这种 尸体 还有佛像等等 但是牌藏品 没得看见 因为僧人的牌藏 那理论上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僧人以这个 看这个 以一枚来 怎么讲 就是以这个火化 是吧 一个骨灰核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所以这种东西也是常见的 我们在当年 博西河在墨窟 还发现过 在前面的塔林的位置 下面的塔 底下有一个坑 就是一个地 就是地宫吧 地宫里面 放了十四个 他就一打 十二个吧 还是 我记得十四个吧 十几个 一排的 这个佛人 那个这个 僧人的那个盒子 骨灰核 嗯 所以这种东西 也是常见的 非常简略的这种藏法 那么 一旦形成 这一代被 梅藏进去 西北教西南教 形成一个密闭的这样一个 一个 一个梅藏 藏人的空间以后 这个洞窟的性质又变了 本来是个礼佛窟 又变成了一窟 它就有双重这样一个功能 这样的情况呢 大概让我们想到了 1909年 俄国人科斯洛夫 在这个黑水城 挖这个辉煌大塔 就是 这个里面 还藏了那么多 这个西夏佛经的 西夏文书的 西夏文书的 这里面也发现了 在这个文书 这个同时的 发现这个佛经文书 同时的也有一具 女性的尸体 这个不是 被俄罗斯的学者 后来被认为 就是罗太后吧 但这个是 推测来的不大可能 但是就是 这种类似的方式 也是有的 他那样的佛经 中间有四个 同时 跟四七共存 被埋藏在 这个塔里面 或者库里 是吧 这是当年 辉煌大塔 挖的一定程度 看到的 里面的好多这个 庄葬的这个 佛像挖出来的 一个照片 所以其实当年 也就是这种 这个佛谷里面 教藏 我们大概有印象的话 大家知道 在内地有宋相 这个阶段 内地好多 这个 这个 地宫啊 或者有这个教藏啊 这个 梅佛像呀 这个 舍利比较多 佛经的 佛经的好像 并不是很多 不常见 但是也有 像在这个 这个同川的 神德四塔 是吧 这个天宫里面 看到的 有很多的 佛经 嗯 所以这种做法 还是比较 常见的 另外呢 就是这个 这个 有这个 六字真言 因为这个 它虽然是早的 但是 元代人 整个这个 把它改成这个 理佛库加一库 这个 双重功能的时候 大概也还是 考虑到了 这样子一个 充逢利用 这个洞窟已有的 呃 佛教的这个 造像 图像 洞窟中出现的 金刚界五方佛曼陀罗 主要表现的是 灭罪 救度和剑王的 功能和思想 呃 这个呢 我们在同时期的 西下的 这个佛塔 周围的 六字真言和 这个 这个导带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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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文字 这是西坦体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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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大量的流行 为什么在关上要出现 这个 实际上就是 完全是为了这个 给这个死者 这个 消灾 灭罪 超度 这样的这个东西呢 比较多了 六字真言的这个情况呢 跟丧葬联系在一起 其功能是 利用这些 凡文的托勒尼真言秘密而强大的法力 尤其是其破地狱和救助死者 转身净土的特殊功效 利用在1991年发现的内蒙古 奥汉旗喇嘛 沟辽墓 墓是北壁西北壁东北壁 以及东西两壁等 等处墨属长短不一的凡文金重 同时在这个墓的这个顶部 北侧 有汉字提及一行 这个非常重要 真言凡字出思谷 王者寄生净土中 见佛文法清授记 苏正无上大佛提 大家看 这是干嘛呢 用这些真言 只要跟这个 你看为什么在观上 说那么多真言 是吧 出思谷 王者寄生净土中 这个太厉害了 是吧 所以我们看到了 四六四窟在这个后期 这个应该我推测 就是跟这个 西北角和西南角密室藏人和藏东西同时期 在完了以后呢 在外面又空白的地方又写了六字正言 一样 道理是一样的 你看这是前世出现的两则这个六字正言 所以后来有些学者来把利用这个的时代 这肯定是元代的 因为这个时代把整个洞窟 对断到同一时期 这是不对 所以元代人之所以选择 所以第四六四窟作为梅藏这位佛教徒的这个地方 十四对后世壁画强大 因为刚才讲了 他要利用后世余的壁画 是吧 后世壁画强大的灭罪 救度 剑王 破地狱 往生净土功能 与思想的充分了解 基础上的行为 因为元代人 元代人 他是了解 这个 洞窟已有的内容 和 这些洞窟 当时西夏人剑枯的时候 既已经有这样的意涵在里面 所以他们只是充其量 只是利用了这个 这个 西夏人的这样的一个 以元类的造像的这种 思想 或者说是功能吧 因此这位被传为元代公主的人物 极有可能是佛学造诣高僧的高僧 在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 要判断其性别时数不易 但是和其一同从这的意志 就是免疫学判断 作为男性生人的可能性更大 其中一同葬入的回复木活字 极有可能是其生前的 寺院组织印经的活字 可能是废了 因为活字不断的在更新吧 尤其个人独特的这样一个地位 作为法务一同入葬 因此其作为蒙元时期 在蒙古兵王家族统治前 回复高僧 倒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这个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呢 就是 对这个整个洞窟的这样的一个判断 就是 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四六四窟 就是 这个时代判断的主流意见 要不西夏 要不远 或者说西夏时期营界 后经元代重修 就是现在一般认为 这个 前世这一部分都是主流意见 前世都是元代的 西夏有的认为是元代 有的认为是元代 有的认为西夏 这个 像杨浮学先生认为 整个全都是元代的 所以我们判断的 基本的这个结果就是 前后两次维修 其实均是西夏时期 只不过是在一个早一点一个晚一点 而且应该相差时间不会太远 整体而言 作为西夏一期工程营建 就第一期工程营建的四六四窟 后世西夏比方浓厚的观音旧动 灭罪 戒亡 往生的这样的思想 实际上是跟我们在东贤外洞 鱼林窟等等看到的都是一致的 就是跟那些地方看到的西夏的作品是一致的 也就是也是西夏重实践清理动的西夏佛教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体现 因为这是西夏佛教的一个非常的一个特点 我们前面也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 西夏这个皇帝皇后大型的这样一个佛教法会的这个活动 是吧 他们非常重视这种世界 包括他们实际上运用大量的这个 不是 运用这种地司国司上司都有这样一个 对实践的这样的践行有关系 宽大的前世又给洞窟内进行相应的仪式提供充足的这种空间 后世的救度灭罪见网往生是需要仪式的 前世的大空间刚好可以举行仪式 也是西夏重仪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产物 因为我专门也写过六十一窟的这个西夏仪轨佛教的图像 那么大的一个空间和那么大的一个洞窟做这个仪轨 观音当然这个思想和西夏当时非常流行的阿弥陀净土 实际上的关系太密切了 可以说一回事 因为我们对西夏那个网生接引 对不对 观音这个这个 谁要观音图大家不陌生 黑水城很多是吧 实际上这个是一致的 嗯 十六四是一致的 呃 但是这个这是第一次工程 第二次呢就是 同样是西夏更晚的某个时间段 做第二次维修的时候呢 给造前世空间 拿长了云道 这是再到元代的中晚期 把这个通过 北160和161 把这个 放进去东西藏人 梅人藏经以后呢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藏经和义梅的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独特的这种空间 把当时常见的多名字语言文字的佛经文书 文献文物通过特殊的方式 封存在这样两个密闭的空间里面 这次藏经有可能是 僧人义美的随障行为 最忠实的洞窟的性质 由李佛窟编为 兼具藏经加一窟的这样一个功能 这其实就是李佛窟的功能仍在延续 因为从整个这个洞窟的进去 你是看不到密闭的西非教西兰 这两个空间里面的东西 对不对 不影响 但是呢 对这个藏经和藏人的这个 这个来讲的话 他们又充分的利用了洞窟的这个 已有的这种图像的灭罪 忏悔的这样一个功能 就是这个窟王的功能 是吧 又变成这种既有藏经 又有依窟的这样一个功能 依窟跟木葬一样 墓葬没人不是要把人永久都没在墓里面 而是要往生千古 或者到这个中国传统世界 到这个东王宫的东王宫西王墓的世界 是吧 到这个这个这个 成仙生仙非生佛教的净土 是吧 一样 说出来我们在这个四六四五最终看到的是一个 虽然理佛库在延续 但实际上是一个理佛加藏经加一窟的这样一个 多功能的这样一个洞窟的例证 这个是其实在石窟斯考古上 我觉得有它重要的意义 今天石窟斯考古成了一个这个时代的热门话题 对不对 这个背景大家也是知道的 说出来 其实四六四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 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洞窟功能的一个演变 这在石窟斯考古上有重要的这个 点形性 值得这个再深入的这种研究 那么四六四窟的这个 这个作为西夏洞窟的判断和元代再利用的这样一个现象 其实我们对我们理解西夏原时期的莫国库 北区石窟的使用又提供了新的资料 因为碳石寺科学测年 现在刚刚讲了 这个通过考古和艺术史的推断 再次让我们看到了 碳石寺科学测年就是四六五窟就是这个窟 这四六五窟的经过碳石寺科学测年是西夏的 再通过我们的考古和艺术史的推断 因为我们在这个前面的说过 这两个洞窟是绝对是同一时期的 而且非常似乎就是非常是这个 这个颜料是用的同一种颜料颜色很接近 所以说那个时间不会相差太远 而且有可能是一批人做的 只不过用的坟本不一样 这个洞窟的竹子思想可能也不太一样是吧 那再次让我们看到了 四六四窟相邻的四六五窟 作为膝下洞窟的真实度和可靠性 而且也为元带是四六五窟的继续使用提供了旁证 就是也就因为四六四窟元带的时候这么用 那么四六五窟元带也这一度用 但是呢就是因为四六五窟元带的这些奇迹 但是我们总觉得到元带后期四六四四五窟都废弃了 另外呢就是需要强调的就是四六四涌道和前十二次工程所绘壁 化其次浓厚的这种还原思想 是西夏佛教大系统中的核心内容 也是有深厚的西夏佛教的传统思想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 它是西夏官方佛教的背景 大背景 西夏的民间官方佛教还是汉传的佛教 民间佛教受藏传的影响很深 所以在黑水城我们如果大家看见陀罗尼 或者短一些那些经文 好多都是从藏文以来的 是民间用的多 官方你看我们刚才看这个人中 还有罗太后等等散似的经文 其实大部分都是汉文经典 或者是从汉文翻译过的藏文的 或者是西夏文的经典 这元带的藏经和易媒行为 应该是从洞库两侧的 北160和北1612库出入来完成 所以西夏人和元带人 前后几次实施的洞库营建工程 是在第464库的性质发生多次变化 这个也可以认为是佛教洞库营建 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 这样的洞库也不多 所以说我们之所以关注464 其实也就是它在佛教事故考古上 在佛教洞库营建史上 包括跟医窟发生关联 跟藏经发生关联等等 这都是一些佛教事故上 非常难得的现象 也是有典型性有代表性 值得去关注的一个洞库 这个呢就是今天呢 我这个文章也没有发表 我利用这个机会来 香港大学的佛教艺术 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让我们看到了东黄的洞库 研究的无限的这种 这个无穷的这种课题是吧 所以说一个洞库 之前不怎么关注 一旦关注以后发现 问题非常的多 好吧我就讲到这里 然后呢可能有很多问题 下面呢请大家批评之正 好谢谢沙老师 今天这个讲座非常的精彩 同时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新的一个那个关注点 这个洞库呢我想大家也 以往呢也都没有机会接触到 那今天通过沙老师这个介绍呢 给我们打开这个一个 在北区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这么有趣的这个石窟 它不但是一个用来做礼佛 还有一个藏经的这样子的功能 同时它还是一个这个溢霾 最后是作为溢霾这个僧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洞库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趣的 这些问题点都很值得 我们再继续的再来探讨 那不晓得现在线上 有没有哪一位同学老师 你们有问题想要提出来的 那个你们可以在留言板 可以那个发发你们的讯息 那现在欢迎大家提出问题来 我看到有一位静文 他想要请问沙老师 在东黄地区中唐后 涅槃经变就消失了 西夏早期的一百多年的时间 也未留下涅槃经变 但在西夏晚期 在榆林窟东西千佛洞 都出现涅槃图像 那除了当时的末法思想 那可能兴起涅槃经变 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请问沙老师 这个问题很专业 期待很有水平 这个是这样子 关注的这个现象 也确实是这个现象 就是涅槃经变 增堂以后 基本上就不出现了 但是到西夏 后期就大量的出现 在榆林窟也有 特别是东千佛洞 几湖每个洞窟 东千佛洞的二窟 五窟 七窟 还有在五个庙 五个庙的一窟也出现了 所以都是西夏时期的 除了西夏时期出现 这个涅槃经变 除了您说的末法思想 因为我原来也写过 藏经洞封闭的原因 就是跟这时期 1052年末法思潮 的到来也是有关系 涅槃经变的兴起跟这个一关 但是更重要的还不是 更重要的是在西夏时期 出现涅槃经变 实际上 还是跟洞窟的功能的搭配有关系 我们看到的这个 东千佛洞的二窟 东千佛洞的五窟 东千佛洞的七窟 因为大家 有没有印象 这些洞窟里面都是双观音 双水月观音 而且双水月观音 跟涅槃经变是 涅槃经变基本上在中间 两侧是双水月 那双水月不一定是紧跟着涅槃 但是大气的组合 它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的涅槃经变 实际上是有象征意义的 因为它都是在中心柱的后面 为什么在这 而且我们看到的是 通过观音的这个 这个接引和观音的救度 然后呢 再通过看到的是涅槃经变 然后又有一个水月观音 就实际上这里面强调的是 对这个王 这个洞窟的这种渡王 剑王 和接引的思想特别浓厚 这时期的涅槃经变 往往就是 就是跟水月观音 一起完成 渡王 接引 和灭罪的这样一个功能 这大概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新现象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因为它是 主要你看它出现在什么地方 和它组合是什么组合很关键 谢谢 谢谢 好的 谢谢沙老师 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个疑问 在线上的老师还有同学们 可以直接语音问 语音讨论 语音讨论 哦 这里面也有个问题 说是这个 呃 僧人性别可用DNA检测到吗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又没有做 但是就是那个 那个 啊 现在就是有个问题 就是实际上那个脚啊 虽然现在从这个东樊 就是老先生的口述词里面 说是 当年有一句尸体 但是那个脚 是不是真的就是四六四窟的 现在实际上 没有没有这个可靠的证据 哎 没有可靠的证据 所以这个检测的结果 也未必能够能够 能够就可靠的用得到 嗯 它是这样一个问题 沙老师还有一位贺嘉宜 他有请问沙老师 类似四六四洞窟 这个多功能合一的洞窟多吗 这个 肯定不多 嗯 这种洞窟 这个因为它是处在北区 而且呢 就是这个 它也是早期 都是长安窟改造的 嗯 就这个洞窟 像这样的洞窟 我们现在实际上 没有看到第二例 至少在墨窟吧 看 这种洞窟功能 肯定是 非常非常少的 这样一种现象 而且非常独特 所以说四六四窟 在这个师窟考古和师窟营建史上 或者说在整个师窟 这个佛教师窟发展史上 其实是有有地位的 或者有它重要的这个意义 嗯 好的 谢谢沙老师 其他的同学 老师们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再提出来 再请教上老师 有一位那个经文 他在读了 他说想请老师 您刚才提到的涅槃图像 和水月观音图像 具有相关的这样子的经本吗 就是 这个倒没有 这个倒没有 直接经里面反映 同时反映涅槃经 和水月观音的倒没有 但是呢 这个研究呢 你可以这个 查几个文 一个呢就是 这个一个叫长鸿鸿 长鸿鸿呢 他写过几篇 冬天二窟和冬天五窟的文章 你可以查一下 因为他这个研究很充分的 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 主要是也是利用他的观点 可以往上查一下 他的这个文章就可以 好的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的 那个 在网 在线上的老师同学 你们还有没有问题 我们把握一下时间 我还看到有五 有四个问题 在问答 问答这块 对 我叫艺术的精华 是不是 佛教艺术这个精华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太比较复杂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 现在比如我们看到的 古代的这种艺术作品 刚才我讲了就是 虽然大部分在同一个时代 有些城市化的东西 但是呢 每个时代的这个风格 是很独特的 比如说我们早期的造像碑 我们在关中 或者是这个 像到了那个 北朝的东西 和洞窟里面 或者在到隋堂的这个 这个造像和洞窟等等 我们总是在每个地方都能看到 这个有代表性的作品 这个我觉得不是很好 很好说 然后再创佛教艺术作品 这个问题好像比较复杂 我是不是很好回答 然后我看下面的吧 这些人一般是火化对着人 这是没问题 我刚才也说了 但是也会有这种 也还是会有这个 我们说的土葬的这种形式的这种 因为我们 在聊戴 我印象是在聊戴 在聊戴的一些墓里面 看到的就是僧人 他还有这种 用这种 木头啊 代替这个私奇的这样一个形象都有 就是因为私奇最终是要画的 最终是要捕 捕头 这是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假的东西 所以这个个别灵性现象还是有的 什么意思呢 永远消失的佛教艺术作品 继续这样才能再找到 这个佛教艺术我们今天看到的肯定不是全部 因为历史时期太多了 比如说打个比方 长安的 隋唐长安的佛教寺院那么多 那么多好的作品 历代名画记啊 这个等等都有记载 但是今天我们看连意见都看不到 没关系 就是但是你说要现在全部找到也找不到 但是呢我们一有他要找文献 二一个呢就是相当一部分东西就是去东黄找 或者去农盟石窟找 就是在这些大石窟保存了下来 但是不是全部 所以东黄的意义大概也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些大石窟保存了下来 所以我们看东黄唐代的那些洞窟壁画 实际上看到的不光是 不是东黄的东西 不仅仅是东黄的东西 实际上更重要的是看到的同时期 长安或者洛阳两津地区的作品 这边还有个问题就是 四六四库斯两层壁画 现在我们看到的壁画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了 其实我们看到的壁画 我觉得都是西夏的 原代没有原代的壁画 原代只不过后来就是在西北角和西南角 两个密室里面藏进去了东西 这是原代做的东西 但是壁画没有 但是我们在看到的前世里面有两则 就是两块六字箴言 就是多种语言文字六字箴言 那个是原代的 那个确实是原代的 我这里看到有一位 在请问这个进入四六四窟 是从下方还是从上方进入 他想请问是否经由洞窟之前的脚手架进入 还是他的开头在哪里 现在他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进四六四要搭梯子 搭梯子 搭梯子 有个二十米长的能拉伸的那种长梯子 像我们现在我是进去像我们每次 你像谢老师他是 九十年代就寫四六四的文章 但是呢 就是在19年的时候 我带他第一次才进这个洞窟 因为没有妻子进不去 那个梯子要几个小伙子才能搬动的那种大梯子 而且要把它又升起来又搭上去 非常费劲 我们这次上个月我去洞窟 我们又进了 也是找了四个小伙子 然后把那个洞窟呢 把那个梯子又搭上去 现在原来是这么近 现在我们这么近 但是之前的历史时期 他肯定不是这样进 他是有那个 外面有栈道 通过栈道进去 那就是现在那些栈道都已经都没了 那都看不见了 现在早都没了 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上去的话 一定都要搭梯子 对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吐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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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來幫助這個部隊打仗 這個經常有這樣現象 大概可能148也有這樣一個現象 這個意圖在裡面吧 但這時期的沒有純粹看到 完全是密教洞窟的 現在好像還沒看到 就是實際上這整個洞窟 你很難找到一個純粹是密教的 除了四六窟是藏傳密教的 還有像冒窟三窟 是一個觀音的密法的一個道場 還有像161窟是一個觀音密法的道場 因為其他的我們現在其實都是 顯教的和密教同時存在的這樣一個現象 不是很嚴格 因為洞窟畢竟它有多功能的 它不是一個完全的一個修行的地方 更多的是一個禮拜的地方 看到一件佛教藝術作品 如果文字記載 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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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东黄自己编的《水月观音》的文本 《水月观音》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多的宋代和西夏时期都很多 不好说是西夏达到鼎盛 毕竟《水月观音》唐代就是周方妙创《水月议题》已经开始流行了 宋代的这个造像里面很多 西夏也很多 了解西夏佛教艺术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书 当然有一本就是有西夏学的学者就是唐小芳和陈宇宁同编的《西夏艺术死》 可以了解一下 但是呢 现在我刚讲的像我们这几年研究的最新成果都还没有出书 只是单篇的文章 因为我们刚才接触 我刚开始接触东黄西夏的这时候呢 有几本书 但是呢 实际上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书的时候呢 实际上因为大部分的做研究的没有长期的这个像我是不断的进洞窟啊 基本上就是图像一遍一遍的过 好多人只是看一些图板或者是看洞窟看上一次两次 根本不行的 这个要长期的这种 因为大部分是没这个条件嘛 可以理解 还有就是 余林窟 四窟 两 菩萨对作 特现四窟圆 西藏 后空期流行的米勒与文书对作 这个我们现在知道的 它就是法华经续品的米勒和文书对作 但是您说的法院竹林里面 文书安治伊塔与米勒的典子 这个我不太清楚 这个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反正还很有很有意思 下去查一下吧 谢谢谢谢 这个我真不知道 请问石窟寺跟寺庙的功能区别是什么 其实石窟寺和功能有相似的地方也有区别 但是寺庙的话毕竟功能要多 因为它空间大 石窟寺呢空间有限 那寺庙的功能就很全了 这个大家都是熟悉 石窟寺呢可能 刚讲了石窟寺大部分主要是一个礼拜供养 功德 这个是一个功德 这个完成功德 大库当然还好一些 小库大概主要就是礼拜供养完成功德 东黄这些 这个很复杂 东黄这些其实是 当然是东黄人造的 是历代的东黄人造的 这个没太大问题 为什么选择东黄 这个就也很复杂 选择东黄有它的必然性 必然性就是 因为东黄其实就是跟丝绸子路有关系了 和东黄是在这个汉文化最西的这样一个区域 这个最集中的一个区域有关系 它实际上就我之前理解它就是一种文化守护吧 文化守护和这个传统的这样保持在这个边地 或者就是在边疆地区 那个圆圈里面的那个被抹掉的那个就是观音 现在我们看到更多像水月观音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供养人你说的156和曹一经里面出现出行图里面出现杂耍 那个不是为了表现杂耍 它是一种出行图的一个模式派制 它是一种仪式嘛 出行图实际上是仪式嘛 余夫字里面记得余夫仪式的这个场景 是身份的象征 这两个洞窟主要一个是156 一个曹一经 一个扎一朝街道士 一个是曹一经街道士 就两个张式的第一人街道士和曹式的第一人街道士 在洞窟里面画出行图 实际上这个完全是有意设计的 不是工价的无意之作 这个是很严格的一种设计 这时候洞窟已经有政治的意味在里面了 这个是这样子 维摩节里面出现吐蕃赞谱 就是实际上跟这个维摩节和吐蕃佛教的没什么关系 它是主要是维摩节里面有一个 像地字品 方便品里面有其道的这个 国王等等 前来听二大四变法这样一个场景 之前是各国王子 到吐蕃这个时期 变成吐蕃赞谱领导下的各国王子 真是个图示问题 跟这个信仰没关系 在变成吐蕃赞谱领导下的宗葬 也拍到观音究竟是否真是从前 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也不好回答 这个我也不好回答 因为我们东黄医院张向堂先生他认为这就是一种装脏 就是这个有点像这个 这世纪流行的那个艺莓,金香艺莓有关系 东黄师库中的这个有没有非佛教的洞窟 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佛教的洞窟 没有 跟佛教没关的好像还没有吧 你说的神通佛多呀,这个瑞相这都是神通佛是吧 瑞相实际化的都是,这个太多了 我看这边还有问题 易媒的这种活动 很多,但是像东黄这种把这个紫质的这种佛经验这种藏起的确实还是 肯定和其他地方会有,但是至少目前没有发现过 易媒的这个 太多了 这个就是佛教的地宫也算易媒,还有呢就是刚藏 一些教堂,宋代流行 这个金香易媒特别多 从层壁画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没有原话啊,刚才讲了没有原话 原来只写了六字,前世的那几方多起文字的六字证言 好的,那个沙老师,我看现在这个问题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那个,因为讲课讲两个多小时 非常的辛苦,非常感谢沙老师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讲座呢 这个讲题非常的有趣 今天呢,沙老师也为我们特别的准备这个PPT 重新做了这些PPT 那这么精彩的这个内容呢 我相信呢,很多的这个线上的观众啊 都还是觉得意犹未尽 那因为这个是沙老师比较新的研究 那大家可以期待 等着沙老师这个期刊文章能够出版 那我们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呢 在下个星期一 也就是24号 还会有一场佛教艺术的讲座 非常欢迎大家到下个星期一 也是一样晚上这个时间 那我们大家可以再见面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沙老师 接受我们的邀请 给我们做这么精彩的讲座 那我们如果线上同学 或是嘉宾老师 你们还有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那个发电邮 我们可以帮你们转达讯息 给沙伍田老师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沙老师 谢谢 谢谢崔老师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大家也辛苦了 大家也辛苦了 好 再见 非常感谢